好了, 今天做的就是台湾品牌X1 第一款全无线Versa 包装可不可有趣 事不宜迟, 开箱 大家好, 艾蕊,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在开箱之前, 又提提大家 如果想接收最新的影音资讯、产品评测 以及教学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feverSound.com的YouTube频道 还有点赞我们的IG 今天做的就是X1第一款全无线Versa 这款机器有何特别呢? 除了盒子, 刚刚也示范了 很漂亮 还有黑色、白色两个选择 以及蓝牙5.0的全无线Versa 这款机身支援IP67的防尘防水 以及更机会有SpinFit的耳塞 亦支援Qocam的APTX解码 这耳机的单元用了6mm防水的导态震膜单元 除了听歌之外, 亦支援免提通话 亦支援最新的CVC 8.0 一个干操语音通话的功能 耳机是MEMS 也是一个常见在不同耳机和全无线Versa 麦克风的规格 电量方面, 官方说 用到8小时, 连同充电器 额外用多32小时, 即充电4次 另外, X1 出的产品当然要借入自己的3D tuning的技术 这款全无线Versa 也是有的 规格功能特别说到这里, 开箱看看里面是怎样 有黑色有白色 看到机身有耳挂 顶着耳朵的位置, 加强稳定度 我真的挺喜欢这个Soundraver 先开它来看看, 第一次 我觉得这个设计好像麦克风和蛋糕 打开是否看到甜品呢? 不是保用症和一些使用的阶线 不知道, 还是告诉你第一次怎样用 怎样配对 原来盒子很漂亮 变裙盒是造工不错 轻身, 差到四次这么厉害? 这部机也放在这里 真的, 真身比较漂亮 我觉得造工不错, 拿上手是 超轻, 超级轻 整部机, 加上耳挂、耳塞 也是极度轻 也是磁吸式的充电 Type-C充电 先看看配件有什麽 刚才一大堆耳塞 怎样又有阶线? 刚才那份是简单的阶线 还有保用性 这份比较详细的阶线 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阶线 里面还有什麽呢? 就是左右 左边是耳挂 顶着耳的配件 耳挂的配件有四对 即是大、中、小、加、大 根机有充电线 一条短的大头转Type-C充电线 然后耳塞 Spinfit有三对 然后普通的矽胶耳塞 也有三对 我挺喜欢这部机 这里有些文理点缀 令外形相比一般全线线线特别 暂时我自己觉得外观不错 好,说到这里 现在试机 试完机再和大家分享 X1这款Versa的全线线线表现如何 接触续提及 更快 各种感觉 配戴方面, 因为厂方提供不同的耳勾、耳塞 大耳小耳朵, 厂方表示应该应付配戴稳定 实际上, 我也试过带着耳机去摔头 这耳机不会意外掉下 因为它有不同的耳塞提供给大家 所以除了令声音表现有更好的效果之外 连隔音效果也做得更好 它有两款耳塞 原厂的耳塞和Spinfit的耳塞 我自己觉得原厂的耳塞 隔音和低音上的确比Spinfit更厉害 但原厂的耳塞硬度亦较高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配合Spinfit使用 因为Spinfit的导管位置有点弹性 塞了耳朵后, 再有一个轻微的调校 令它更贴耳, 隔音效果更好 接下来讲讲机身设计 它是一款IP67防尘防水的耳机 已经很厉害了 最厉害的地方 它应该是我试过的True Wireless中最轻的耳机 一拿起手, 无论盒还是耳机 我都觉得非常轻巧 轻的好处是戴上耳机 其实不太能提及戴着耳机 整体的配戴感除了更稳固之外 因为亦可以做到一个好像没有戴的感觉 所以戴得挺舒服 唯一就是, 无论外形和重量 我都对这耳机非常满意 但它的按针方面 我自己觉得有点可以挑剔的位置 就是因为它两个实体按键 放在标志, 即X1、XR的位置 这个设计是, 戴上耳机后 这样按 就会将整个耳机向着耳朵 所以我这方面就觉得不太舒服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先手指托着耳机 然后按XR的按针 就可以改善这方面 就不会戴着耳机转向耳朵 令它不舒服 但如果可以把耳机像其他牌子般 把耳机放在后面 或者把耳机变成轻触式 我自己就觉得更好 但因为厂方想做更好的防水 所以犧牲了轻触式按键这个设计 这个耳机如果觉得按时不舒服 我觉得有一个解决方法 因为这几个耳机都要按一下、按两下、按三下 有不同的功能 这个功能 其实你可以拿出手机就能做到 好,再来说连线的稳定度 亦是全无线的一个很重要的测试 因为这个耳机 我自己觉得连线的稳定度 属于中上级 除非是一个极度干扰的黑点 即是有很密集的交通灯 或者有很密集的电子产品附近 会有轻微的干扰情况出现 好,然后就是免提通话质素 这个我们也拍了视频来做示范 实际上,免提通话的效果真的做得不错 即使在一个有声音的地方 都可以抑制背景的噪音 而批准人声也是做得清晰的 现在立即让大家看看这条影片 免提通话的效果去到什么水平 继续的设计也是这样的 iPad、WiFi、纳门 正在播出80多dB的街道声音 大约模仿实际情况 好,电话接通了 一样,这个 这种全体通话其实都可以 现在就这样,可以做免提通话 也可以单边 听对方说话 然后除了另一边下来 可以降回一个收音咪 去加强免提通话的质素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X1 这种全体通话的免提通话 究竟的效果 最后谈谈声音质素 声音质素 这耳机有一个很大的惊喜给我的 X1 如果大家认识台湾牌子 最熟悉的是它有3D tuning 即是3D 音场的效果 这耳机也继续保留着这个功能 应该不能关闭 它的设计已经关闭了 这功能令这种全体通话 提供了一个很阔的音场 而且不单是横向 而纵向也有一个不错的音场效果 全体通话耳机来说,比较少见 再谈其他声音表现方面 因为它支持aptX 所以我主力用Android配合它使用 它的低频效果 能做到亮感和质感 即是层次细节的变化 是呈现得不错的 记得要选择选择耳塞后才能做到 而同时,人声清晰度也能做得很清晰 然后高音亮丽的程度也做得不错的 所以三频整体平均度也能做得不错 而也不会有刺耳、吵吵的低频 在这耳机也没有出现 甚至因为受惠于aptX 所以整个动态和细节的密度 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表现 所以在这耳机来说,这个价格 我绝对觉得它是密有所值 甚至是密超所值的耳机 由昔画同步方面 也试过iPad和Android电话去看一些视频 昔画同步是做得不错的 即使看波,也不会出现 画面看得进入波 然后才能听到欢呼声 或者用来玩音乐游戏 也不会出现凹笔的情况 所以昔画同步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表现 整体来说,以X1第一款全无线耳机来计算 这耳机给我的感觉是平地一声轮 真的拿上手 无论是外形的设计、重量、通话质素、声音表现、连线 整体的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 所以如果想找到全无线耳机的朋友 这耳机绝对值得入考虑之列 总结一下,我自己最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配戴感和声音表现 我亦有一个挺高的评分 至于其他评分方面,都可以看这个表 其实也挺高的 X1这款Versa全无线耳机的评测 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拍影片的朋友 有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可以按订阅 按订阅后,按右边的小铃铛 我们有新影片便会通知大家 好,又一款全无线耳机说完了 其实还有还有 继续有全无线耳机的评计送给大家 除此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影音产品的评计 会在短时间内让大家看到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今天说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